龙哥里哥龙 他哥江湖心 小年追藏生 回音回心 说学长 逗人一笑 游珍琴 龙哥里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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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黢哥里哥龙 哈哈哈哈 妹呀 您这唱哪出啊 有骂为难事叫我办呢 告诉我 姓张的 你甭以为你怎么着 你的小命还在爷爷我这钻着呢 说 和尚习是不是回来了 他是不是扛枪打过皇军 妹呀 一个和尚习 用得着你费这么大钱吗 想当监 您让我爪和尚习的订 您还记得吗 不就是想 哎呀 可是一到军粮层的 就变成两路 各奔东西了 他打不打日本 不 皇军 他打不打皇军 我可不为他担保 姓张的 看来是一问三不知啊 神仙怪不得 叫你这么一说和尚喜事 好人一个 一个好人了 可我也心思了 这和尚习要是打日本啊 就得有人等您的门儿 买您的帐 为他求情啊 不过尚习回来了 他要是打过皇军 还敢在皇军面前锁玩意儿 他不敢 借他俩点也不敢 妹爷 你的胜面啊 你的胜面 这话甭你说 我早就想明白了 就是没事 只要他出来说玩意儿 咱也得捏捏他 妹爷 这事叫我办 你办 我放心吗 老爸 告诉我和尚习 为他差点把我要进去 火盖 走吧 何少姐 你那么脑袋挂 不想带剪盲袋了 大半天出来挂什么 今儿没眼 还找我了 我才没一面前跟你求情啊 我靠你 像这玩不说了 闭闭风 听说你要封了我的嘴 我正想跟你递个话去 我本打算不说相声了 这就对了 可我半辈子的心血 一辈子的念想 就此罢休了吗 不行 我憋屈的话 你我既然在尺风口活了过来 这相声我还是要说 这鲜兵队的热堂 我也想过一过 不过到时候你得跟我一起去 我姓赫的 你有本事跟散门跟妹子横去 你跟我横 我不就是个狗屁吗 双喜 站直了 来 转过来 挺合适的 来 这是我给你做的 他们都说你没了 我就是不信 怎么了 流血了 千万别让针上的铁毒留下来 你还挺知道疼人的 师 师弟 师哥 师弟 我对不起你 你要还认我这个师哥 就打我几个嘴巴吧 师兄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咱们作义的 同命相连 亲如兄弟 没别人疼咱们 只有自己疼自己啊 师弟 你这些话我记住了 可你不打我 我不起来 师兄 尚喜啊 你就打他吧 师兄 这个人一根筋 你要不打他 他就会一直给你跪着 我和尚喜 是喜和尚 这斗星园就得敲木云啊 全当斗师哥斗一斗我了 斗一斗 你们两个搭档 我没说的 就看师哥你能不能瞧得起我了 来 师姑 起来 师兄 师弟 我的好师弟 师哥 在 voyage 你对你 接下来 是 那 你 你 会 我 我 弹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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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 扛槍 他扛的是這個槍 他一口不沾 絕了 我不行啊 我要是扛一千槍 我就受不了 我問的是扛槍打仗 你是不是老糊塗了 嘿嘿嘿 沒野 我哪敢跟您玩去的呀 打仗 天天打仗啊 您說 一個捧的一個鬥的 那不天天得打嘴仗嗎 不打仗喝喜百分去 和尚喜比我們都靈 他那嘴仗打得比誰都熱鬧 你們叫打仗 我們行裡啊 叫翻包房 倒東西 君子動口不動手 我看你是毛坑裡聞臭味 你真是找死 善老闆 你看看這絲線都亂了 你怎麼也得給慣慣 善老闆 這海報不能這麼寫吧 怎麼了 怎麼了 哦 我在您的廠子裡 坐了這麼些年 您不說讓我躺會兒 還讓我站著給人家掛刀啊 我的臉往哪放啊 咱不是說好了嗎 你唱腫長 說好的 海報也不能這麼寫 哎呀 現在窦醒元和喜和尚 這小哥倆太活了 劉老闆 我有句話跟您說 您請 劉老闆 你可不是楚楚江湖的了吧 這誰在前誰在後 誰躺著誰站著 不是我說了算哪 是管仲啊 管仲是我們的已是父母不是 和尚喜天天畫樣反省 誰叫尼老闆是那一段呢 嚴下管仲難得一笑啊 是啊 人 哭著來笑著走 這就對了 要是再多笑幾聲嘛 那 可就是賺的了 這不是那爺嗎?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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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請 您請坐 慢點您的,慢點 那爺,您的徒弟快把我們飯碗搶了 您得說句話 叔親啊,我給你帶來一個段子 真的? 你嫌别没 刘老板 这海报是你死的 你还得给它贴上 没完了 得得得得 这个嘛 我去贴 那老板 那老板 这怎么能让你 没事没事 来吧来吧来吧 没事 你看 金老板来了 尚喜哥 你回来了 你也不来找我 我 我很想你 我也想你啊 可听说你在州公馆 你快进去吧 别误了场 我 我 再安排时间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聊 这是金陵方 住在周天城那儿 这些日子经常往这儿来捧场 还往台上扔大眼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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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色迷迷的老不正经 是 我是和尚喜的师父 纳守闻 您七语不凡 我看您出身绝不是寻常百姓家 你啊 您啊 抬举我了 我们家呀祖宗八辈 那都是官外打猎的 到了我这辈 才刚有点出息 好 行了 咱们言归正传吧 我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 是想谈点正经事 请问二位还想用点什么 谢谢 我知道你和我们和尚喜有些交情 这些个他都跟我说了 不过有一句话 我一定得叮嘱你一下 你可别叫他耍了 他是有妇之夫啊 您说的是真的 他的太太是不是理会书 你都知道了 怪不得他老躲着我 你想啊 李守晨会将掌门人的一波传给他 这掌门人的第一条啊 就得行得端 走得正 金小姐 我的话到此为止 告辞了 等等 拉先生 你还有何见叫啊 您能发个誓 证明刚才所说的都是实话 我如果说的不是实话 让我那手闻家破人亡 再说了 我也是吃开口饭的 我要是说了谎 让我的牙齿都掉喽 你懂吗 师父 有 喜子 师父 来 对 我给你啊 给 赶快走 谢谢 谢谢 喜子 师父 弟子给你起来了 起来起来 我就知道您要回来 您 您真的回来了 喜子 起来起来 为师回来是来挑坟地来了 师父 来 坐坐坐 喜子 你能从关外回来平安无事 这就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眼下你又红了 好事成双啊 我为师的 再给你加上一件好事 什么好事 你记得金榜七名时的上句吗 东方花如烟 对 师父啊 想给你当个大媚人呐 我看准的人呐 那准没错啊 大师姐里会输 小的 看起来你心里有谱了 不行 为什么呀 东信元和我青东手足 他和大师姐一起长大 感情很深 斗师哥这非他不娶 住嘴 喜子 你呀你呀 李慧叔对你可是恩重无衫啊 他呀 他想你都快成了单相思了 可你呢 却把他往那个斗星园身上推啊 会说如果喜欢斗星园 那还有你的份儿吗 没别的 你那心眼里啊 就是想着金灵芳了 你知道吗 金灵芳啊 他早就跟了周天成了 他要是不靠着周天成啊 早就被那梅清城里发 还有那日本人 给霸占去了 那哪还有你的份儿啊 咱是说玩意儿的 吃几碗干饭 那心里啊得门儿清 自个儿闺女的心事 我还看不出来呀 我就是担心星园 老实芭蕉的 怪可怜的 师哥 你呀 你跟我说心里话 你到底选谁呀 那就喝上喜吧 这就对了 选了好日子 咱就定亲 谁呀门外套 我 师哥 今儿主寿的不在家 是 脑袋有点晕 怎么了 二爷 二位爷 观众要求二位呀 给反个场 那就说新灯迷 好好好 好好好 师弟 我可真记不住词儿了 那咱就现挂 说到大师姐 我要考考师哥 最近有没有长进 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个 师叔 去去去去去 呦 师叔 李姓山 我得看他的玩意儿正经不正经 嗨 和尚洗的玩意儿 没有不正经的 行行行 看看吧 看看吧 学徒斗一斗 在下洗和尚 感谢各位捧场 我给您鞠躬了 一鞠躬 感谢各位光临 我给您鞠躬了 二鞠躬 谢谢您明天再来 给您鞠躬了 三鞠躬 夫妻对拜 四鞠躬 入洞房 咱俩到这儿来结婚了 这怎么 斗银儿使活 这不是结婚 我说师哥 这什么段子 这是现挂呗 不是结婚 和尚洗啊 都交到他好多天了 我结婚 可千万闭眼砸了呀 不是你结婚 这可不是在地叉上 是我结婚 你也太小叫醒员了 我跟你结婚 我也调教这么些年了 你是男的 对呀 您就是我大师姐 大师姐 现在已经入洞房了 嗯 大师姐蒙着大红盖头 嗯 跟丁香说了 嗯 上洗呢 啊 大三福天的 嗯 他就忍心让我脸上抢肺子 嗯 哦 那 那和尚洗衣 他跑哪儿去了呢 和尚洗 看上外国妞了 是吗 嗯 和尚洗衣 跑了 呦 我还不能说出了 那是 可大师姐看上的是和尚洗 一样 哎 和尚洗啊 要坏 窦醒员是喝醉了 我为难 师哥 沉住了气 啊 别着急 啊 他们简直是胡说八道 怎么拿我瞎辩排 爹 我为难 这是谁的主 他为难了 我为难了 嗯 他为难了 嗯 我为难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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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 窦醒员他为难哪 哎 他假装喝醉了酒 摔在地上 和尚洗在英国一听 大师哥摔倒了 就扔下那个外国妞 赶紧回来了 哎呀 师兄 来来来来 师兄 他不乐意起来呢 来来来起来 哎 哎 说 你还没见大师姐 那盖头呢 啊 哎 小爱的 又找起来 你今后可得对得起我师妹呀 这 是 你小孩发毒誓 那那那我得出去 跟那个外国妞说一声啊 是不是 这和尚洗啊 就出去了 他见到火小姐啊 就说了 嘿嘿 小小姐 那您要是不愿意跟我回去啊 您就在这纸箱里待着嘛 骂玩意儿 英国火鸡 我说啊 你还是出去找找吧 把大师姐的头盖给揭了啊 啊 快去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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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哥 你 你你你你怎么哭了 哎呀 师哥 大师哥 你忍住鸡 你这高兴呢 我先去看看 我看 我说大师哥 你看 大师姐在那边还等着你呢 师妹 您上吧 我这儿求您了 我可刚唱完呢 咱俩连唱 红楼鸳鸯剑 是不是 不 你 開動! 開動! 师哥 这是我给你熬的醒酒汤 喝了吧 慢点儿 师妹 你要定亲了 这个还给你 师哥 这么多年了 你还留着他 怎么 又不识地和尚喜了 和尚喜拿听众当猴耍 往酒里兑白水 是纳守文跟柳淑琴 给他补的台 对了 你知道纳守文唱的什么吗 你肯定没听过 我妈没听过 不就是八角鼓吗 这帮人还真有耳福啊 唱的是红楼鸳鸯剑 那是纳守文当年唱给光绪皇帝的 把光绪皇帝都给唱哭了 像真妃了 你就不像人家光绪皇帝那样 专情宠爱一个 我说春啊 你是真妃吗 后来光绪皇帝死了 纳守文就再也没有唱过 回头啊 我让纳守文给我唱堂会 对了 这山本研究过中国曲艺啊 听说还能唱口单弦呢 没准 他还听说过这段了 师弟 你那个红楼鸳鸳鸯剑哪 千古绝唱啊 别看柳书勤十几年没打火了吧 严丝合放 绝 我说他可是等你 非你末驾 我说师哥呀 行了行了 那是啊 妥不得已才唱的 你呀 就别提那些闲门了 我说这 会书跟上喜的好日子 那已经是定的了 改不了了 你就发帖子吧 师弟 我想受星园为义子 嗯 会书呢 拜得为师哥 好 这就太好了 师弟啊 其实上喜不是我的姑爷 将来这掌门人也是他的 师哥 你 你误会了 我管这个小子的这门混事啊 一是 我乡中了咱们会书啊 贤惠富贵 二是 我想掐断了金灵芳和他的来往 那个女人水性洋花 她有客服之乡啊 下场断然不好 我请你 河老板 我服侍您 你 是 有了 强贵 我 很久 好嘞 何老闆 我就喜欢听您的相声 这年月吃不饱还得受小日本的气 咱就得自个儿少个乐子 活着就图个喜应景 你连饭都吃不饱 怎么有钱进戏园子听玩意儿 这样吧 我给你一张戏票 我谢您了 何老闆 您就踩着脚帘可劲儿净什么 那才叫招摇过市呢 喜事啊 来 看看这个 我不想看 好 那我念给你听听 何尚喜 和尚喜跟李慧书定了亲 既然他们请你去参加 那我也跟你去看看 我才不去呢 不过这帖子上的字写得很好啊 真可谓是铁化银钩啊 内力深厚 这一定是纳日文写的 这是故意叫我知道 今天晚上 英国领事馆有个舞会 打扮打扮 你太好了 你太好了 我还是不这样 你会 还是要不要 One little little bit 我现在说 你 请问钟先生 您来了 您来了 理起来 好好 请 好 恭贺喜老板 良辰吉日与李慧朱小姐定亲 届时我一定把贺礼送到府上去 好 我这次来是来看望金小姐的 好 师哥呀 三日后咱就红莹楼吧 好 那就全听你安排了 好 大师爷 纳师爷 梅清给纳师爷的一封信塞给屠苏儿我了 那我走了 这小子准没好尿 三本是想听我和柳淑琴的红楼鸳鸳剑呢 那你的意思呢 看起来我只有一走了之了 那 那日本人可得罪不起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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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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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你媳妇 难道就非电明媒正娶吗 这是我房间钥匙 你去房间等我 我应付一下赵天成就来 你啊 你啊 我真想你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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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啊 嗯 啊 嗯 嗯 好 怎么样 你身上的味道真迷人啊 师哥 这要找你呢 没什么送给你的 就做件旗袍吧 哎呀你先进来 我有话跟你说呢 我呀早就想好了 和尚喜呢当女婿行 可这当儿子呢 就比你差颜了 你是我爹的入室徒弟 所幸呢就当我的哥哥 你还住在我们家里 咱们不就都在一起了 你说呢 我说你今儿怎么见傻呀 进来呀 哎呀进来 进来进来呀 哎呀你今儿怎么了这是 快进来呀 哎呀你坐这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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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师哥 都是我不好 看我把你弄得 像丢了魂似的 你心里麻雅 妹妹跟明镜似的 哥 千万别恨我 别怨我 不怨 哥 你先去洗个澡吧 你也不怨 我不能不怨 你不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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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配 你不怨 你不怨 那你不怨 你不怨 我 还要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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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